快 快 躲起来 赶紧走 快躲 妈妈 我们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搬家了 爸爸都找不到我们了 好 走吧 快 妈妈 你又跟谁打架了 谁又欺负你了 没有人欺负我 是那些日本来的男孩 他们在欺负涛涛 妈妈 你放心 我已经把他们都给赶走了 冲儿真勇敢 都知道挺身出来 保护自己的朋友了 妈妈 那些男孩 还有那些穿着黄色衣服的坏人 为什么要一直欺负我们呀 冲儿知道一句成语叫护家虎威吗 那些穿着黄衣服的人呢 就像狐狸一样 狐狸本身并不强大 所以呢 他只能走在老虎的身边 为了证明自己是强大的 他们就会欺负那些 比自己弱小的多 妈妈 我明白了 那些穿着黄色衣服的坏人 都像狐狸一样讨厌 所以冲儿要赶快长大 变得强大起来 就不怕那些坏人了 嗯 粉丝